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和阿姨和舅父一起生活 和阿姨和舅父一起生活 同时我们村村每一年的观音弹做神功戏 观音弹的时候 所以有抢花炮 有武麒麟这些环节 还有拜神这些活动 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每一年都会发生的事情 在乡村里面 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比较熟悉 我自己比较喜欢在喜庆 开心的热闹的日子 那种环境里面 大了小小 读小学高中 高小和初中的时候 就搬到大埔那里居住 大埔的时候 去到当地 读书 很多同学 甚至是在大埔区 跟了师傅学功夫 学武师 正式接触了扎作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省私 选坏和破损都需要去修补 那时候我们读中学 放书价是最有限的 那师傅就叫我们 跟一些大师兄 有车牌 有车的那些 去到市区 一些资质店 买一些材料 自己去修衫 维修一下 从而接触到杂作 当时还没学 出来工作 放假的时候 去到当时 买东西的资质店 一路一路 坐在那里 跟师傅聊天 看他做事 长年累月 几年时间 逢放假都去 看完之后 回来自己试 如果只看不做 是不会记得的 看完之后 立刻回来做个记录 立刻回来自己试试 究竟要怎么做 印象会更加深刻 正所谓 听过不如见过 见过不如做过 一路一路都是这样 去到饭水 我就正式开自己的指质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